意大利救援隊地中海出任務 这次要救的人来头都不小 身家约355亿台币 曾被誉为英国版迪尔盖茨的科技业大亨林奇 和一票亲友搭乘豪华游艇备事号同乐 想不到游艇却在19号清晨5点左右 于意大利西西立岛里岸约300公尺处 遭遇水龙卷袭击沉没海底 船上22人中除了厨师不幸身亡 又15人获救剩下6人全部失踪 现年59岁的林奇 2011年以110亿美元 约台币3511亿元 出售旗下软体公司Atonomy 给电脑大厂惠普晋升千亿大亨 却被惠普指控美化公司账目和前景 红台价格涉嫌诈欺 若定罪行期可能高达20年 官司打了13年 零期6月被判无罪 他因此邀请当时的财务顾问 辩护律师等人到游艇上度假庆功 却遭遇不测 搜救团队表示 失踪的6人很可能卡在船舱内 若现场有出现气孔 他们就有可能存活 不过沉船深达海底50公尺 且潜水员每次只能搜索10分钟 失踪者恐怕凶多吉少 游艇沉默两天前 林奇创办Atonomy的合伙人 兼财务副总裁张伯伦 在伦敦慢跑时发生车祸 如今林奇本人也生死未卜 离奇巧合引发各界揣测 这起事故有可能不是意外 下期新闻都对于报道 谢谢大家